大家好,这里是浩铭说中东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国家 近20年新闻上经常可以看到的 这个国家名叫伊拉克 当我说到伊拉克的时候 你们会想到什么 我知道你们想到什么了 但是今天给我一个机会 给你们介绍一个真正的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西亚中东地区 1932年建立了王国 但是没有过多久 就在1958年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 伊拉克经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苏迈亚文明和古巴比罗文明 虽然现在的伊拉克 面对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曾经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相当于现在的迪拜 但是在2003年的某一天 那一切全都没了 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是来自伊拉克的 伊拉克人民是特别喜欢微笑的一个人民 不管他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会看到他 微笑的面对你 微笑的面对着生活 现在很多人经常问我 现在伊拉克安全吗 我可以回答的是 现在新闻上已经看不到伊拉克了 炮明烧真东 我们下一期 祖敬沙特王国 我们不见不散